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omas Markle又出来在媒体上说话了 表示自己在女儿的生日 时时抱着一颗破碎的新祖国图 ITV Reuters 他告诉媒体 梅根残忍地将他从他的生活中删除了 他担心他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和哈利可能有了孩子 据报道 梅根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跟父亲联系 而他父亲更是表示 他之前给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另外才说 如果他死了 梅根可能会过得更好 每个人都会对他充满同情 虽然梅根嫁给哈利王子之后 从出席王室公众活动的表现来看 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王室议员 总是面带微笑开开心心的 但是他那戏经一家真的是让他更累了 最近梅根的一位密友透露 这不是梅根第一次面对父亲的自怜了 像他这样的行为 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你认为他父母为什么一开始就离婚了 梅根在和一个自恋者一起成长的过程中 不得不面对很多关于自尊的问题 他有对付情感勒索的工具 他确实为他祈祷 这就是梅根 他身体里没有坏骨头 但他不会再陷入他爸爸的鳄鱼之类中 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太多次了 同时在梅根父亲说他无形地切断了与父亲的联系 以及如果父亲死了 他会过得更好之后 这位密友说梅根明确表示 他拒绝对父亲的情感勒索所操纵 梅根还对这位密友说 已经够了 无论如何 他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自己挖这么深的坑 还会说如果他爸爸死了 对他来说会更容易些之类的话 他说他只是希望他的父亲能停止对媒体喋喋不休 这是他想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生日礼物 同时 去与这位37岁的公爵夫人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 梅根目前没有联系父亲的计划 首先 他深受伤害 其次 他不能相信他 会对他们的谈话保密 梅根很注重忠于自己 照顾好自己 如果这意味着要避免有害的关系 那就顺其自然吧 并不是说他再也不会 跟他爸爸说话了 但现在肯定不会 在这种气氛下也不会 对于梅根父亲最近频频说出对梅根和丈夫哈利王子的不满 甚至还因此提到戴安让王妃等不立王室的言论 终于让王室对他失去了耐心 据称 王室顾问们至少已经召开了三次高层危机会议 讨论如何阻止这位前好莱坞灯光导演给女儿添弱 对此 一位与白金汉宫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静报 梅根被正在发生的事情深深伤害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幕后进行的 以确保他的福利是最重要的 皇家作家Field Beer说 这已经失控了 如果这件事继续下去 女王亲自参与进来 并将几个人凑到一起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以上武图来自每日邮报对此 不少网友表示心疼女王有这样的倾向 然而 这样的情况还会有 只是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 而王室又将如何应对呢